各位好 这里是由江苏城市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 我是郑谦 7月中旬呢 全国各地已经纷纷开启了火炉的模式 可是昨天傍晚呢 北京的局部地区忽然吓起了冰雹 而且你看这个冰雹的个头啊 简直跟乒乓球都一样大 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景象 昨天傍晚5点 北京市海淀区延庆县等地忽然遭遇冰雹袭击 这是网友用手机拍下的景象 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如同子弹般飞落 几分钟内就砸满了一地 场景之罕见 堪比六月飞雪 让很多市民措手不及 随后北京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暴雨 城区内低洼地区积水严重 多辆汽车被淹给市民下班带来极大不平